Hello大家好,我是半大叔,欢迎收看本期大公司来关这把好哥哥的约瑟夫 冰工厂里要的回忆 约瑟夫 看的最多的啊 观看好哥哥那个最多的约瑟夫局的话是医院嘛 张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他那个点位怎么来排啊 先是大房 从上地下来看二楼有个人 好哥哥这边后面牵着人上去 但牵着人上去的话他可能打不到第三个人了 因为他上了二楼再下来第三个人在小房那边那个位置过去太远了 然后如果直接过小房 这边是地下室啊 看了一眼 那这波镜像节奏有点偏差啊 他即便是找到了小房这边下一个点位的人 他感觉这个人也挂不上了 但是我觉得存在感高于那个挂人啊 存在感高于挂人 现在其实还是砍人更重要 我砍砍砍 那一个杂技两刀的存在感 这局好哥哥除非直线减实啊 这个直线减实说实话有点难的 虽然说我们看着方向上面好像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但是你中间只要有一点点偏差 而且还会有到什么呢 穷者的耳鸣的干扰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 就算找到了差不多杂技也起来了 找到了杂技也起来 这边还故意吸引一手 抓小女孩 这小女孩应该是故意吸引一手的 我感觉有点吸引你 不要往前走的意思 只能再拍个照了 他只能再拍个照了 因为第一个镜像已经是拉崩了的感觉 看闫码机 切个镜像过来 把小女孩两刀先给剐了 然后牵着小女孩过去往外走 他这波 如果说打不了上挂 我觉得就穷者就等于是前两波稳定 和穷者就有机会慢慢的去把这个局势稳住 然后去打控场 打运营了 这边有一个双挂的机会 穷者绕这种呢 对好哥来讲有一点是比较好的 这偷袭 偷袭 狗咬住 那这边还是进镜像吧 就是把这个邮差给挂了 把小女孩给挂了 好哥还在开密码机 还在开密码机 这波双挂能捡到人 我觉得还是有的打的 因为知道这种刚才没讲完 知道这种打不了架嘛 所以说一旦是起上挂好哥哥这边 打针对的话呢 我觉得他 因为待会还有拍照 有两个人没能挂上 直接传送捡 找到这边的杂技 他刚才那波没有进镜像直接去砍人 而是在开密码机 就是在看 有可能 这一个上挂的人会往哪个方向走 但是这波没有能找到这个上挂的人 我觉得这波这把已经凶多吉少了 这个杂技不可能倒的 你看似败血 好哥现在没有闪 刀器用的好 这个我算漏了 没想到还有一 个拐弯刀器 为什么我说杂技不太可能倒呢 一来这个级别的穷者 操作本来就已经很无解了 二来杂技手里有球 跳球进交互 啪啪一块板子放 一个翻窗拉开 我是觉得还满能牵制的 那现在的话 这波倒地归倒地 傭兵满血就一波人 其实穷者剩余两台机子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打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魔命的话估计没有了 魔命的话估计没有了 算一下密码机 现在两台机子都不多 这边杂技二挂 佣兵等于是吃双挡 这不双挡打完 待会儿这边镜像 还要回退密码机 好哥哥应该是可以挂飞一个人了 他这边还在偷袭 还在偷袭一手 切三二一 油柴漂亮 三挡 我里根 这个局嘛 只能说就是 真的就顶级约瑟夫的一个翻盘演绎 我也没什么话好讲 我觉得当时 挂上杂技是个地下室 我觉得穷者 其实也是优势 他们不劣的 傭兵如果说不吃双挡 把人救下来 杂技拉开 我觉得这个局 穷者方面还是蛮好打的 不说真剩吧 保平还是蛮好保的 这样的话打一波三倒 那你让我怎么解说呢 我虽然说约瑟夫玩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大局方面 我分析的也是没什么毛病呀 博命小女孩 先给你来一刀 你全给你倒地 这边的话需要去把杂技摸起来 破地倒 小女孩 好的 傭兵这边货币没挑好 再一刀 呦 四倒 一波三倒 这波等于说四倒 全远倒 这就赢了 老头 杂技是教自己的 对 杂技是教自己的 杂技第一波是教自己的 怪不得杂技没起来 一切都在好哥哥的掌握之中 改了个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